哦 嗯 罢算 周廷宇就是 一看她這個樣子 就是什麼東西都可以吃得很好吃 連不太有辦法吃到這麼圓 連不太有辦法吃到這麼圓 姐戴的不是口罩 姐戴的是下巴線維持器 3月8號婦女節 身為兩個孩子媽媽的周廷宇 得到了放鬆的機會 只見樸素的她 大半中又帶有小貴氣 這咖BV小牛皮包 要價95000元起跳 真段路都是周婷宇在叽叽喳喳 可見這位媽咪平常壓力有多大 沒關係 和閨蜜吃法式小蛋糕 就是最好的紓壓方式 到底選哪個好呢 問問勞工就把道的意見 周婷宇就是 一看他這個樣子 就是什麼東西都可以吃的很好吃 所以當時號稱 中式四大金采的周婷宇 也劈腿吃得刀打鈴啊 2014年 設置頭上九把刀 轟動全台灣 就算過去九年了 這句話吃起來還是津津有味 所以現在還跟小內士在交往的階段嗎 那跟這名周姓女記者的部分 這個劈腿的時間有多長呢 我覺得很多的細節 對我女朋友來講才是重要的 那我很喜歡這個女孩子 對 所以 我很喜歡她 但是 就是在愛情的選擇上面 我希望 擁有未來的是 我的女朋友 所以你一開始就沒有打算跟她認真是不是 我覺得這部分的細節 我女朋友值得聽啊 對 那女朋友現在的意思是要分手嗎 沒有 我們就是 還是希望能夠好好的走下去 會選擇未來的是你女朋友 那接下來是要怎麼樣來處理 這段劈腿的感情 我覺得這部分我其實是沒有辦法跟大家說的 回到小內身邊的九把刀 以及回到竹科男友身邊的周婷宇 全部走不下去 最後親愛和命運的糾纏下 劈腿的九把刀和周婷宇 甘願背著媽咪 恢復聯絡 進而修成正果 現在過得超幸福 媽媽媽媽一起結婚吧 一起一起結婚是做什麼 拉拉媽媽送你一個結婚的道具好嗎 哈哈 但是她說要跟我結婚呢 怎麼辦 你的情敵出現了 媽媽媽要親手為你戴上這個婚紗 蛤 好啦啦 那你戴完這個就要睡覺了 知道嗎 一家人過著快樂的時光 周婷宇也慢慢幸福肥了起來 但是沒關係 是愛情啊 希望两人都要好好珍惜彼此 要再出什么乱子的话 项鸣的肚皮就要被刮撑破啦